非常高兴我们又到了每周一次的空中课堂的时间 我们从12月28号开始 我们今天是第28次的空中课堂 这是一个公益的讲座 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胡汉波 那么我呢 很多朋友可能都已经认识我了 因为从12月28号一起开始 我们已经在这里多次和大家见面了 那么首先呢 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空中课堂 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都知道 现在的话呢就是疫情 新冠疫情挑战全世界 昨天到昨天的数据显示 已经全球感染的人数已经有4871万 8559例 那么死亡人数在723万多人 那么这个新冠病毒改变了整个世界 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那么为什么新冠病毒这么厉害呢 那么我们作为普通人如何应对这个问题呢 那么我们在疫情时代 如何让自己不断不生病还能更健康呢 那么这个关于这个免疫专题 我们从5月份开始 今天是第七次讲座 前面五次是我讲的 然后呢 现在我们请到了哈佛大学的真博士 给我们介绍这个内容 那么这个真博士 我们新冠病毒就请他来给大家讲 因为工作非常忙 他在哈佛大学 我们都知道全世界第一流的大学 哈佛大学医学院工作 那么这个工作是很忙碌的 那么最后呢 他就终于在10月24号 给我们这个大众做了一次健康的 这种公益的健康讲座 那么受到了广大的听众的欢迎 也有杂志邀请我们把这个写出文章 发表真快 那么然后的话呢 更多的是希望能够再次聆听 曾博士的讲座 那么曾博士的话呢 在认真的又采入了新的文献情况下呢 又今天终于又给我们 可以做第二次讲座 那么曾博士现在在哈佛大学医学院 Danafab总部研究所工作 那么他曾经是哈佛大学两所附所医院的 医学博士后 是我们同济医科大学的神经生理学博士 也是我们病理生理学的硕士 那么我和他认识 是因为他在病理生理学 做硕士研究生的时候 我是他的老师 那么后来做博士 他是我们所有的学生班中最特别的一个 现在年资也比较高 和我年龄相似 另外的话呢 他的整个对学习的态度 各方面的状态 都是和其他的年轻的学生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从那时候开始的话呢 那是2000年 我们就成为了朋友 那么他本科医学本科 是毕业于中山医科大学 那么下面的话呢 我就把时间交给曾博士 那么请欢迎曾博士给我们讲 给大家讲解这个免疫 这个心上免疫问题 你要叫他给你那个宣理 你可以分享那个 可以了可以了 你直接点那个屏幕了 可以了可以了 好网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曾卿来自波士顿 先谢谢胡老师的这个介绍 那么请问一下 我这个声音怎么样 上次大家反应比较小 今天好一点吗 真的不错 好 那我们就开始吧 今天呢我们还是讨论这个新冠感染 与免疫的相关治疗 那么上一次呢 我着重的是偏重于这个免疫学基础 这一次呢我就想 着重的是围绕这个新冠病毒与免疫系统的博弈 以及这个老化感染免疫 与这个NMN之间的相互 NAD之间相互的这种作用 那么这次新冠感染 大家都会发现有一个特点 就是有一些人呢 他是无症状的感染者 那么有一些人呢 他可能只是紧紧的出现一些上呼吸道的症状 还有一些呢 可能就发展到肺炎 那么少数人 特别是老年人 或者是有基础病的人呢 他们可能最后出现这种自治性的炎症 也就是我们说的细胞因子风暴 甚至失去生命 那么为什么就是说不同的人 对同样的新冠病毒感染 有不同的表现呢 有不同的结局呢 这个主要是取决于我们的免疫力 那什么是免疫力呢 从字面上简单来说 免疫力就是指免除瘟疫 或者叫免除疾病的能力 那么现在逐渐的发展成 这个大家有一个共识的定义就是 指人体识别和消灭外来入侵的这个 有害细节病毒等异物 维持这个机体的内环境稳定 抵抗疾病的能力 那么在这个抵抗疾病的过程当中 最重要的一点 它要去识别哪些是敌人 哪些是自己的这个成分 就是要分清敌我 找出这个异己 然后把它排除到体外去 那么这样一个机制呢 我们就把它称为免疫 那免疫呢 它包括三大方面的功能 通过三个方面呢 来保护我们身体的健康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免疫防疫 我们呢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国防部 是对外的 就是来抵抗外来的敌人 就是一些病院为生物的侵蚀 那么第二部分的功能呢 就是免疫监视 可以说是对类的 主要是一些我们说公安部 它就是呢去 即时的识别发现 那些变异的细胞 那么发现这些变异细胞呢 我们还必须把它 自我的把它清出去 那这呢就是反保部 我们叫 负责这个免疫质问 使得这些免疫细胞呢 不对自身的组织呢 进行攻击 就是 另外呢 能够把 能够及时的把这些衰老 审伤的细胞 清除到体外去 那么 这个免疫系统 通过这三大功能 来维持我们机体的这个健康 其中 这里面最关键的呢 是要有达到一种平衡的免疫功能 才是最理想的健康状态 如果是这个 免疫应答 免疫反应过强 或者是过长 就会出现超明反应 像我们说的这个细胞因子也是 如果是过低呢 就会出现免疫缺陷病 那么变异的细胞 如果不及时的清除 它们就可能发展成肿瘤 分不清敌我 对自己的组织呢 也进行攻击 那就会引起自身免疫性病 自身免疫性疾病 所以 重要的是要维持免疫功能的平衡 那么这免疫功能呢 它是由我们的免疫系统来承担的 这个免疫系统呢 就是我们人体在长期的进化过程当中 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防御机制 它呢 是包括这个三大方面的组成 一个是免疫器官 免疫细胞和免疫分子 那么我们看看 免疫器官在这里展示了一下 那免疫器官呢 它是免疫细胞生成成熟 或者集中分布的场所 我们有时候就把它称为是部队的基地 那像骨髓 它就是可以源源不断的生成白细胞 生成免疫细胞 有一部分免疫细胞 也就是淋巴细胞 它们呢 不是在骨髓里面长大的 出生了以后呢 它们会被送到这个胸腺 那么在胸腺里面 发育成熟风发 那么成熟的淋巴细胞呢 它们又可以分布到各个淋巴结 这是遍布全身 来进行起着防御的作用 那么免疫细胞 就是参与这个具体的防御战斗的这些细胞 我们叫做参与免疫应答的细胞 也就是各种各样的兵种 战士 那么这里面主要的 就是有像巨石细胞 素素细胞 素素状细胞 还有T细胞 免疫细胞 它们就是可以去识别 攻击这些外来的敌人 另外呢 我们还有这个免疫分子 免疫分子呢 它相当于这个兵器 免疫细胞通过它来这个杀伤外敌 比如说免疫球蛋白 也就是抗体 还有补体 荣聚酶等等 就可以直接杀伤这个 一些病人体 而且这个细胞分子呢 它呢 还可以起着一种 就是调令这个战斗 就是发号施令 统战整个这个战斗的这个号令 特别是像细胞因子 那么它就可以在细胞之间传递信息 调动部队 还有一些呢 就是模型分子 刚才讲的这些呢 是分闭型分子 它们就是可以释放到细胞外的 还有一些呢 就是在这些免疫细胞膜上的一些受体 那么它们就是一些特殊的标志 可以识别 就是要跟这些外的底结合或者识别 的时候就靠它们 以及联副方面 好 那么具体来讲 它们是怎么这个免疫系统 它有器官 有细胞 有分子 这么构成一个一套完整的精密的系统 那具体来讲它又是怎么来跟这个外敌作战的呢 那我们来看看 具体呢是通过三道防御线 三道防线来抵抗外敌的 那这里我们以复习系统作例 那复习系统呢 我们知道它包括从鼻烟到猴 这个是上复习道 然后从气管到支气管 也到肺这部分就是下复习道 那么在这个当外敌入侵的时候 我们是怎么跟外敌作战的呢 那大家常常就是有时候会感冒是吧 或者是得流感 那么大家就会出现流涕啊 打喷嚏啊 咳嗽啊等等 那这呢就是集体的反应 也就是集体开始作战了 它通过哪些的进行作战呢 哪一部分呢 就是通过这个 联墨 这一部分 就是我们说的 它构成了一种物理化学的屏障 也就是第一道防线 比如说在它的联墨表面呢 它会有一层粘液 这些粘液里面呢 就可以有些霉类 就像附成盒一样 另外呢 还有这些鲜毛 这些鲜毛的话呢 它就是可以通过和联液一起 就把那个外入的异物呢 排除体外啊 通过磕瘦这样的 把它排除体外 推出到体外去 那么在联墨下面呢 鲜毛下面呢 就会有一些密集排列的 这些柱状细胞 就像城墙一样啊 就阻隔在这里 这就是第一道防线 如果是这个外敌 侵入了第二道防线 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那么进到体内了 那这个时候呢 激情呢 像在肺泡的话呢 它是啊 以及这个七道的脸毛下面呢 它是长期都注入一些 这个巨石细胞的 都所谓在这里 另外血液当中的这些白细胞 它一直在全身 这个到处循环 一旦发现哪里有外敌入侵 他们也会啊 从血管里面跑到组织里面 去跟这个啊 入侵的这个敌人作战 那么这一道屏障呢 我们就称为 生物学屏障 也就是第二道防线 那这些都是我们先天都 与生俱来的 先天就有的 所以呢 我们就把它称为 先天性免疫 那么它的特点就是 跟他们说的 与生俱来 另外呢 它反应快 啊 敌人一来 它就冲上去作战了 但是它的战斗力呢 相对就弱一些 所以它会 要去调动更多的部队 而且它战斗呢 完了以后也不留下什么痕迹和记忆 好 那么 为什么这个普通的感冒 它往往呢 只是啊 这个 表现在这个 上呼吸道 而这个 新冠病毒呢 它不仅仅是 轻患上呼吸道 更主要的是 轻患下呼吸道 那么 这里呢 主要是 病毒 它具有 这个 特殊性的清晰力 研究发现了 这个 心脏患乱病毒 你看 看看它的结构 在它的表面 有很多的突起 我们叫做极突 有很多的突起 那么这些突起呢 它呢 就可以 通过机体理念的 细胞本身都有的 两大帮手 来帮助它 侵入细胞 这就是它特殊的地方 它可以借力 可以 调动内部的 这个 助手来帮助它 那么一个主要的 就是 在细胞膜上 有这个 一种蛋白 它就是 血管紧张素 转换酶二 这个蛋白 那么这个蛋白呢 就相当于是 门上的把手 如果一个门板 如果一个门没有把手 就是光光秃秃的 一个门板 你是 很难去把它打开的 但是如果 有一个把手的话呢 你抓住那个把手 轻轻一死利 你就打开了 所以这个呢 就相当于是 它的万能钥匙 让它通行无阻 同时的话呢 不仅仅是 它能够抓住这个把手 还有一种蛋白 叫做TMPS2蛋白呢 它还可以活化这个极图 等于就是说 给这个极图再加一把力 那这样的话 它更容易 侵入到细胞里面了 而且现在 就是在我们体内的 这个分布特别多 这个血管紧张说 这个蛋白的细胞呢 主要呢 是在鼻腔 肺泡 还有这个肠道 其他的部位呢 就还有像 血管内皮啊 肾脏等等 所以你看 为什么它主要 侵犯在呼吸系统 有些呢 也可能是 分口 这个可以传播 就是因为它可以 侵犯到这些部位 它很容易 通过这把万能钥匙 打开这个细胞大门 侵入到细胞里面 还不仅仅是这样 这个病毒 特别的狡猾和诡异 研究还发现呢 它侵到这个细胞里面以后 像这里啊 这病毒感染了这个细胞 那么这个细胞呢 它就会发出一些预警的信号 比如说 它可以释放一些干扰树 那么这个干扰树呢 它可以 作用周围细胞的 干扰树这个受体 集合上去 就让这些周围的细胞 知道 哦 隔壁有坏人入侵了 那么就会预警起来 那么在这个预警反应过程当中 一方面 它相当于是保护集体 是吧 可以发出信息 进行准备战斗 另一方面呢 在这个时候 它会激活一些 叫做 干扰树刺激因子 而这个因子呢 它就 这个基因呢 活化以后 它就会取一个 反作用 反过来 为什么呢 因为它可以促进 其他的细胞 表达更多的 这个血管紧速转换 那这样的话 等于把手更多了 所以呢 病毒就更容易入侵了 所以这是 为什么这次的新冠感染 它的感染力那么强 那么难以预防 的原因之一 好 那么我们再看看 那么 进到这个细胞了 比如说 进到 皮肠联默了 它就在里面 可以大量的繁殖 或者是 然后进到肺里面 肺上皮 那么 它就可以进行 繁殖 复制 因为这个病毒呢 它也是 它是特别特别的懒的 它是 什么都是借力的 刚才借力进来了 现在到了细胞里面 它还有接种细胞里面的各种物质 来复制它自身的这个 重新组装成新的病毒 重新组装成新的病毒 所以说有些人把它称为是寄生虫 那么它复制以后它就会产生了很多 它就会也会释放出来 那么这些 而且在这个联默周围呢 本身就住有一些 常住的细胞 像肺部是 有肺 狼胞细胞 那个狼胺氏菌细胞 是常住在肺部的 它们就是巨石细胞 那这些巨石细胞 就会感知到这个病毒来了 它们就会发挥作用 分辨一些因子 然后呢 也可以区化出其他的 这个白细胞 像中性粒细胞 还有丹荷细胞 通通跑过来 丹荷细胞到老组织 就变成巨石细胞 里面还有素兔状细胞 那么这些素兔状细胞 这个巨石细胞的 它就发挥吞死作用 病毒来了 它就可以把细胞 把这个病毒啊细菌吃掉 你看这里显示的就是 它吞死细菌的这个过程 先内吞 然后呢 形成这个狼胞 然后再跟油媒体融合 在油媒体里面呢 再把它分解 那这个时候呢 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 就是它会捕着这个病原体的这种 特殊的标志 就带有它本身特异性信息的这些物质 就形成抗原 一般把细菌形成的这个抗原 叫外远性抗原 病毒来的呢 就叫内远性抗原 那么这些抗原的话呢 它也可以传递给其他的 这个细胞 特别是像这个 素兔状细胞 你看它的特点就是有这些凸起 所以我们叫素兔状细胞 它不仅有吞死的作用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话 它要这些抓手 它就很容易捕着这些抗原 捕着这些抗原 另外它呢 还可以再到处游走 像菊子细胞一般停的一个部位 它就不太迁移了 但是这个素兔状细胞呢 它就可以循环在淋巴系统里面循环 可以把信息呢 再到远处的淋巴结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通知更多的 这个免疫细胞来作战 所以 这是这个 先天性免疫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通过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 通过释放一些因子 来区发这些养性细胞 跑到这个感染的部位 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可以进行吞食 中性力细胞也是可以吞食的 都可以吞食这些病毒 进行消化处理 那么这是前面讲的 就是第一第二道 这个防线 是如何跟这个 新冠病毒作战的 那么 光有这两道防线呢 往往是不够的 前面我们说了 它的力量有限 那还要有第三道防线 那这个第三道防线的构成呢 就是通过免疫细胞 包括T淋巴细胞 和B淋巴细胞来构成 那么他们的这个 反应呢 是后天获得的 不是就是 不是出生就带来的 而是因为感染了 刺激了 机体才获得的 那么它的作用时间呢 就是慢一些 一般大概需要十天左右 所以你看你感冒的话 往往要两个星期才能好 那就是后天免疫的 它是要一定时间 才能调动起来 那么另外它是有特异性的 就针对这次来的病毒 比如说这次是新冠 它就只针对新冠这个病毒 另外它还能够保持记忆 当下一次再感染的时候 它就认得这个敌人了 所以它维持的时间就特别长 好 那么这个获得性免疫 它要经过几个步骤 来激活 一个呢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通过先天性免疫的时候 作战过程当中的这些 通识细胞 特别是速度状细胞 它们可以把那些抗原分子 就是有敌人印记的分子 表达在细胞的膜上 就告诉它 这是敌人 这个样子的 长成这样子的就是敌人 然后它就把这个信息呢 我们可以看 它通过这里 就可以通过这个淋巴细胞上的受体 它可以相互识别 然后就可以把信息传递给 这个淋巴细胞 那么这个过程呢 就叫抗原提成 抗原提成 就告诉他们敌人来了 敌人长成是啥样子的 那么这个淋巴细胞呢 它就被活化 被活化 被活化以后呢 它就马上复制 就增加病例 让更多的这个细胞呢 知道敌人长成什么样子 然后带上 然后进一步的分化 分化功能呢 就更加的这个强 也更加的专一 那像有一部分呢 它就转变成记忆细胞 就能够记住敌人特征 另外一部分呢 它就转变成效应细胞 这效应细胞呢 就可以释放释放因子 也包肿类里面呢 主要的就是有B淋巴细胞 T这个就是淋巴细胞 也就是杀手性的这个 淋巴细胞 叫细胞毒性T细胞 还有这边呢 也可以活化 这个就是细胞 好那么 这些效应细胞呢 它们可以引起两大功能 一个呢就是体育免疫 一个呢就是细胞免疫 那么体育免疫呢 就是由B细胞 以及它产生的抗体来完成的 那么这里我们显示的 就是抗体的结构 那大家可以看看 它像一个Y字形 那么它的两边 就好像有两个长臂 末端呢就是它的抓手 这个抓手呢就是 它特异的地方 就是可以跟这个抗原 就是相互结合的 那这种关系呢 我们常常就用钥匙和锁的关系 来形容 就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它是有特异性的 这就是为什么说 它是特异性免疫反应 另外呢 这两条腿 这个部分呢 它呢 基本上是固定的 那么体内的细胞 这个细胞上的受体 都能够识别它 结合它 这有利于 当这个抗体抓住敌人以后 这些杀伤的细胞 结合到这一部位来进行 近距离的作战 那么具体来讲呢 它是抗体是怎么帮助 集体来抵御敌人的呢 那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个呢 我们叫做综合作用 那这里呢 就是一个冠状病毒 刚才我们说了 冠状病毒它通过这个集图 去跟ACE2结合 然后侵入到细胞里面 那么这个B细胞 它得到信心以后 它就针对这种结构 来产生特异性的抗体 而这个抗体 那么释放出来以后 它就可以碰到这个 冠状病毒了 它就可以特异性的 结合这个直突 这个集突 那这样的就把它的结合 部位给挡住了 就是阻隔了 那这样的话 这个病毒就 难以侵入到这个细胞里面 这就是起做综合的作用 就让它们不能进入细胞 那么还有些毒素 往往是一些蛋白类 它也可以通过这样作用 就把它蛋白活化作用的部位 封起来 也影响到它去 损害肌体 这就是所谓的综合作用 第二个作用呢 就叫零级作用 那么零级作用 这个图大家就看清楚了 这个是病毒 那么这个是抗体 那么它就左手抓一个 右手抓一个 这样子呢就把这个病毒呢 就圈在一起了 就凝成一个团块 那这样的话 本来这个病毒漂浮在血液里面 组织液里面 不容易抓到 不容易去吞噬它 那把它这样子连在一块呢 就容易沉淀了 就容易去吞噬它了 所以呢 这是第二个方面作用 就是取得零级的作用 第三个方面呢 我们叫做调理作用 所谓的调理作用呢 实际上呢 刚才我们说了 就是它的这个抗体的下半部分 这个腿的这部分呢 它是可以我们体内的免疫细胞上面的受体结合的 因为它这个是固定的 所以它很容易产生 就是可以去跟它结合 那结合了以后 就有利于吞噬这个病原体 那么还有一个挺重要的方面呢 就是叫做抗体依赖的这个细胞介绍的细胞毒性作用 那这里呢 我们以一个这个NK细胞为例 那比如说 这个是一个感染的细胞 我们称它为靶细胞 那么它就会带有好多的抗原 那么机体产生的抗体 就可以跟它结合 结合了以后呢 它的尾部又可以和 NK细胞的膜上的受体结合 那这样子呢 就可以 就靠近了这个靶细胞 那么这个NK细胞都可以释放一些霉类 或者是传孔术 就可以直接杀伤这个靶细胞 那么这个细胞就死亡了 就是通过这些方面 所以我们说 这个病人来了 怎么去识别 那主要是就是靠这个抗体 受体这些分子来起作用 那下面呢 就是这个细胞免疫 刚才是讲的是体育免疫 主要是靠分闭的这个抗体 在发挥作用 那么细胞免疫呢 就是淋巴细胞 T淋巴细胞 直接去攻击 那么一个主要的细胞 就是叫细胞毒性T细胞 也叫CTL 我们常常就把它简称为 杀手性的T细胞 那杀手性的T细胞呢 它得到这个抗原信息以后 它就会特殊的表达一些受体 那这个受体呢 就可以 比如说这个红的就是抗原 那么这个是感染的靶细胞 那么它会表达 也把这些抗原表达在外面 那这个淋巴细胞 就可以去识别 结合它 那这样的话呢 它就可以释放一些效应分子 也就是免疫分子 比如说穿孔素 就在细胞上打孔 同时呢 它可以释放一些颗粒酶 进到细胞里面来 溶解分化这个细胞里面的内部结构 还有一条呢 是叫做FAS配基 就有的这个靶细胞 它上面啊 就有FAS这个蛋白 就相当于是这个细胞的死线 如果是这个 它有的话呢 这个淋巴细胞的FAS配基呢 它就可以跟这个 FAS结合 就点到它这个死线 那么这个细胞就会被杀死了 那它就反而不需要那么麻烦了 不需要去打孔 不要去拥挤 它直接就一点的死线 就启动了死亡程序 那除了这个杀伤性T细胞之外呢 还有辅助性T细胞 也是一个 也是主要的效应细胞 它们虽然往往可能不直接去杀伤这个病毒啊 细菌啊这些 但它是通过影响其他的细胞来发挥作用 比如说 一型辅助型T细胞 它就可以分化许多的这个 菊子细胞的活化因子 来活化这个菊子细胞 增强它的吞食以及杀菌的作用 杀菌的作用 那么还有呢 就是辅助型 二型的辅助型T细胞 它呢 也可以 还可以呢 激活这个B细胞 它也是通过分化一些细胞因子 来激活B细胞 所以从这里里面 你可以看到 这个体育免疫和细胞免疫 它们是可以相互结合的 相互影响的 而这个腺天免疫和细胞免疫 也是相互作用的 而且其实细胞免疫 就是后天获得性免疫 它也是靠得到 先天性免疫细胞传递信息 才活化的 所以它们是构成一个 完整的系统 这样子来去跟这个外地作战 好 那我们再通过这个 新冠病毒感染 它的这个过程 我们再整个的来看一看 这个新冠的特性免疫应答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这个感染的这个病毒 就是我们说的 这是新冠病毒 那它可以清晰这些体内的细胞 引起细胞感染 在里面繁殖 释放出新的病毒 另外一方面 它的抗原 可以被细胞捕捉到 吞噬细胞捕捉到 加工处理以后 它可以使这些吞噬细胞致命 然后呢 把这些信息 再传递给淋巴细胞 传递给淋巴细胞 那就可以刚才讲了 经过就可以活化 这个淋巴细胞 像CT4的T细胞呢 它就可以再活化 刚才说的 可以活化这B细胞 那么B细胞 它一方面就 繁殖以后 分发出一些记忆细胞 另一方面呢 它就转变成僵细胞 就转变成能够 大量生产 这个抗体的细胞 它就产生大量的抗体 来综合这个病毒 另一方面呢 这个抗原呢 也可以提成给这个 CD8的T细胞 那么它就可以分化成 这个杀伤性的T细胞 然后就可以通过 刚才我们说的 这种锁定这个感染的细胞 直接进行攻击 特意性的攻击这些细胞 那这个呢 就是如果正常的话 那么机体通过 第一 第二 第三道防线 这样跟外敌作战 就可能 把敌人 给杀灭了 那么清除到体外 那这样的话呢 机体就会 恢复平衡 恢复健康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很重要的 控制因素 就是炎症因子 就是这个 许多的细胞因子 那么这细胞因子呢 它是包括有两大方面 它们是可以截抗的 一个呢 就是促炎的因子 另一方面呢 就是抗炎的因子 那在早期的时候 为了去对抗外敌 机体要发动这个免疫反应 所以呢 促炎因子会增加 会增加 当这个 比如说我们感冒好了 那么战斗停止了 那个 这个 就 抑制炎症的因子 也就是抗炎因子呢 会释放增加 机体就会保持一种 平衡状态 我们刚才说了 平衡的免疫 才是最佳的健康状态 但是如果是 这种平衡被打破了 像这个 这次新冠感染 那么 就有些老年人 或者是有些 特殊的年轻人 他们就可能发生 过度的炎症反应 我们就把它称为 细胞因子风暴 细胞因子风暴 那么这个图 就 比较形象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 病毒入侵 然后呢 激活了各种 这个先天性的 这个细胞 反应免疫细胞 释放各种因子 然后再激活 这个特异性的 免疫反应细胞 那么他们也可以 释放各种 细胞因子 就这样子 急连的放大 或者是在反馈 的激活 这个 不同的细胞 这样的话呢 就有 大量的细胞因子 在短时间里面呢 大量的分闭 大量分闭 就会引起 全身性的 严重反应 严重反应 那这个 这样子的话 这个战火就扩大了 它就不仅仅是 在肺部了 它就可能 跑到其他的器官 比如说 引起这个 多器官功能衰竭 像肝啊 肾啊 心啊 都可以 引起一些损伤 造成 多器官衰竭 甚至就是 啊 丧失生命 好 那么这种 过度的炎症反应 啊 我们通过这张图呢 来看看它的 具体的 病理损伤 有哪一些 啊 这个呢 我借用的是一个 流感病毒感染的 这个图 但是这个图呢 还不错 所以呢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 那就是说 病毒侵犯了这个 啊 肺泡上皮 那么就会吸引很多的 这些啊 血液当中的 吞噬细胞 来 对抗这个病毒 啊 运用病毒 同时呢 这些细胞呢 又会释放更多的因子 细胞因子 吸引更多的 这个细胞来 就这样形成一种 恶性循环 啊 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啊 当它这种 啊 就是说 比如说 老年人 它抵抗力 特别弱 那么这些先天的 这个抵抗力 或者是细胞 免疫力比较低 它就不能及时的 这个把病毒清除掉 那么它就不断的 在这里反应 那这样的话呢 就引起啊 越来越多的因子释放 就造成了细胞因子风暴 那么它就可以 使得这个 这是血管啊 血管内皮细胞 就会受损 就会受损 通透性会增高 那么这些血浆啊 血糖蛋白呀 就会更多的 跑到组织里面 甚至跑到肺泡里面 那肺泡就不能通气了 就引起 呼吸障碍 呼吸衰竭 呼吸衰竭 跑到其他的器官 那么就可以引起 其他器官的损伤 特别是这个 这个内皮细胞 它 受到伤害以后呢 那么就可以 暴露 下面的组织 就可以激活 灵血系统 激活灵血系统 可以引起血管 内灵血 血管内灵血 这也是一个 加重这个 器官衰竭的机制 那么新冠病毒感染 对我们机体的 损害呢 是多方位的 是多方位 非常的 就是危害非常的大 不仅仅是 就是说 局部的这种感染 症状 有些人 即使是抢救过来了 往往会出现一些 后遗症 那这里呢 展示的就是病毒 新冠病毒 对我们机体的 多方面的影响 对淋巴细胞 引起炎症 以及 NAD的减少 血管紧张素系统 的功能失调 等等 另外加速老化 引起免疫的老化 等等 所以这个呢 就是 这个新冠 为什么会引起 这么严重的 这种公共健康危机 就在于 它的清晰力大 它的危害性大 那面临这样的敌人 我们有办法吗 确确实实 他给我们提出了 严重的挑战 一方面呢 就是说 目前我们没有什么 特效的药 另一方面呢 我们 自闭的抗体呢 也还在 还在这个研制的过程当中 还没有 能够大批量的生产 能够应用到这个群体 那么这个 当然这个疫苗 主要是为了 让机体产生更多的抗体 特性的抗体 这样子来起了 保护作用的 那所以 那这个时候 这个我们是怎么样 能够在清除 消灭病毒的同时 能够防止这个 机体系统的 这个过度反应呢 这就成了一个 最大的挑战 那目前的相关的免疫治疗呢 就有这么一些 一个呢 就是采用这个 康复区的血浆 来进行治疗 像武汉 有一位百岁老人 他经过治疗以后呢 就是症状控制了 但是始终不转阴 病毒检测 一直是阳性的 后来就给他用了 康复着这个血浆疗法 结果呢 他就迅速的康复了 那么这种疗法呢 在美国和英国呢 现在也已经有 也先后启动了 但是这种疗法的话 就是有一个局限性 就是你很难 对吧 很难去获得 大量的这个血浆 第二个疗法呢 就是所谓的 抗体肌微阻疗法 那么这个疗法已经 因为川普的这个 医生在他身上的应用 就风明 就是说文明全球了 那这个呢 所谓的鸡尾酒 抗体疗法呢 它就是 美国有一家公司 叫做再生源公司 它呢 就生产了两种 单克隆抗体 那么这种 单克隆抗体呢 它就是特别针对 这个冠状病毒的刺突的 冠状病毒的刺突了 所以它呢 就可以和冠状病毒的刺突结合 刚才说了 这样的话 就可以阻挡 这个冠状病毒 去侵入细胞 那为什么要用两个呢 这个就是双保险了 它就可以防止 那个病毒逃逸 那这个呢 就是虽然是不错 但是呢 它还需要大量的 这个数据去支持 所以现在还在实验阶段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干扰素疗法 干扰素疗法呢 有的就提出 用这个物化 干扰素来物化 治疗 那刚才前面我们讲了 这个病毒一旦 侵犯到这个上皮细胞 它是可以通过干扰素 来预进周边的细胞的 所以这是集体先天性 免疫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那么有的病人虽然年轻 但是如果他在这方面 有余传切线的话呢 就会影响这个干扰素的产生 据报道 这个荷兰就有两兄弟 就是两对两兄弟 他们就是很健康 很年轻 但是很快就出现 复习衰竭 这个药带要上复习机 就症状也发展得特别的快 那么后来做余传分析 就发现他们是有余传切线的 他们的干扰素产生是不足的 所以病毒侵犯上的 到了这个上复习道 它不被阻碍 那么它就会在里面 大量的繁殖 这样的话病毒增量很快增大 所以侵犯到下复习道 那么引起全身的 引起严重的复习困难 另外的研究呢 也有报道说 这个新冠病毒本身 它也可以抑制干扰素的产生 它可以抑制干扰素的产生 当然在运用的时候 有些人呢 就是用了这个干扰素呢 反而会恶化病情 那这个呢 后来查了就发现 他们体内有一些 这个干扰素的抗体 那么这一类病人呢 也是不适合的 而且研究发现在 有干扰素抗体的病人里面 90%是男性 所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 这个新冠病毒在男性也是 容易感染而且加重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 再一方面的治疗呢 就是 除了干扰素之外 细胞免疫分子方面呢 就是还有就是 叫做脱猪丹抗 它呢 是一种白戒素6的受体阻痕剂 哎呀不对 白戒素6的这个阻断剂 那白戒素6现在已经 在临床观察发现了 它是影响的这个细胞因子 风暴形成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所以阻断它呢 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但是它也有一定的副作用 还有一个就是 大家熟悉的急速疗法 这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那个在上一次SARS的时候 就有不少的人呢 就是用了这个急速 像第三米松 结果留下了一些后遗症 包括什么狗狗头坏死等等 所以这些疗法呢 是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但也都有一定的局限性 那我们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那刚才大家前面看到 一些宣传的那个电视就知道了 就是在4月份的时候 有一个叫Robert的这个医生呢 他就报告了自己治疗这个 新冠病人的这个案例 他呢是用了这个 NMN 口服NMN 来治疗这个一个55岁的 已经发展到这个重症 出现细胞因子风暴的这种病人 结果用药用上去以后 一夜这个病人就好转 10天呢就转阴 很快就出院了 后来他用这个办法 陆陆续续的又治疗了9个病人 效果都不错 都得到了改善 所以呢 这个呢是一个新的疗法 而且呢安全有效 因为这个NMN已经进入 第一第二临床这个实验 已经表明了就是在较大剂量呢 它还是比较安全的 身体呢有比较好的耐受性 而且是很短时间内 很快就能够提高全血的 NAD含量 那就是包括细胞里面的 那细胞里面我们说 血液里面的白细胞 就是参加这些免疫反应的细胞 免疫运达的细胞 所以这对机体有保护作用 好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 为什么这个NMN有这样的作用 它背后的这些依据是什么呢 病理生理学基础是什么 那我们再来讨论一下 好这里呢 显示的是这个NMN的结构 NMN中文呢也叫 烟腺胺单核甘酸 它进到体内里面呢 可以转变成这个NAD加 NAD加呢就是烟腺胺腺飘零二合甘酸 那关键的起作用的是这个分子 这是NAD加 NAD加呢 它是人体多种代谢酶 这个关键酶的辅酶 别看它是辅酶 确实极其的重要 我们每个细胞都有它 都要依赖它 每时每刻也离不开它 所以我都开玩笑说 如果要给身体 要给机体凭一个明星分子的话 我觉得就应该是非它莫属了 那据说它参与 500种以上的这种代谢反应 所以它对机体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那么现在呢 发现了虽然说全面的影响 那么我们它还有些主要的作用 我们在这里呢做一下规了 一个呢就是参与能量的代谢 ATP的这个生成 这是我们的能量分子 就相当于一个汽车的这个 汽油或者是电能 如果没有的话呢 这个整个代谢 整个细胞的生命活动 就会终止 所以为什么说它 离开了它 你活不过30秒 就是这样 就是影响的能量的产生 第二个方面呢 它是可以启动DNA的修复 它这里是通过叫POP的 这个DNA修复酶 那因为我们不断的受到 外来的这个外地的入侵 体内的代谢也可能出现异常 那么常常都会造成DNA的省伤 那么这些DNA的省伤 就必须及时的修复 如果不及时的修复的话呢 那么这个细胞就容易变异 就变成肿的细胞 或者就死掉 等等 那这样的话呢 机体呢就是要及时的进去修复 而这个POP这个酶呢 它是DNA 这是NAD 这个依赖性的 所以没有NND加 它的修复功能也没法完成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它可以激活长寿蛋白 现在一只长寿蛋白呢 知道它有很多的功能 不仅仅是说它可以影响端粒 影响细胞的寿命 还可以影响免疫细胞的活化 影响炎症的反应 它可以影响 专业人员就知道 它特别可以影响NF-Caba-B 那么可以影响了炎症的反应 那么在感染的时候 这个NAD加它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那么研究发现了它是 可以出现消耗性的下降的 为什么呢 一个方面是研究发现了 这个新冠病毒 这是冠状病毒 它们也具有这个NAD核糖基水减酶 它就可以分解消耗这个NAD加 另外呢 宿主细胞在抗感染的过程当中 也会消耗NAD加 刚才我们讲的一个POP酶 一个这个长寿蛋白 那它们在感染的时候 它们的活性和含量都会增加 还有一个膜分子叫CD38 后面我们再详细讲一下 都可以这个表达增高 就是它们的量和活性都是增高的 因为它们呢 是可以参与这个抗感染过程的 比如说这个POP酶呢 它是可以参与这个巨石细胞的活化 刚才我们说了巨石细胞在吞食病毒 消灭病毒 消灭病菌中取得重要的作用 另外它还可以通过多个方面的影响到 病毒的复制就会影响了病毒的载量 这个长寿蛋白也是这样 它可以抗炎抗氧化 另外呢抑制病毒的复制 这个CD38呢 它的活性可以 它可以高度活化 可以提高很多 差不多了40% 那么它可以影响的细胞 里面的细胞的致死 就是清除那些坏死的碎片 还有吞食牛媒体来消灭那些病毒 或者是细胞碎片 即使得清除这些病原微生物 所以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为什么他们参与这个反应 抗感染反应会引起 DNA的消耗性减少呢 关键是他们都是 NAD加依赖性的这个酶 一定要有这个酶来参与 他们的功能才能发挥 你看这是PAP 这是长寿蛋白 这个是CD38 其实还有别的 这是第二个方面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当发生过度炎症反应的时候 他们就会进一步的消耗NAD加 那你看从这里啊 我们举了一个 这个NAD加它的合成途径 是有三条的 因为它非常重要 所以要多个来源来保证 有充足的NAD加 那这里举的一个例子 是其中的一个途径 那么这个途径 往往在感染的时候 据说呢会被激活 可以参与多个方面 那特别是这个腹息爆发 那个这里可以看出 当发生腹息爆发以后 这个活性氧的水平增高 那么它的这个变化 是和细胞因子风暴的 这个是成正比关系的 是成正比关系的 那么这时候具体要维持 氧化还原的稳态 就会消耗到很多的 这个NAD加 那么这个活性氧 又可以省伤DNA 对吧 省伤其他的细胞器 那么DNA的修复 又要用到它 所以多个方面 这个多个方面 都 所以从上面你就可以看出 感染或者是炎症的过程当中 NAD加的需求量是增加的 是需求量是增加的 那么有人做个细胞的实验 就是 比较 就用一些物质去刺激这个细胞 让这个细胞能够 产生更多的NAD加 然后同时实验组呢 就给它加上新冠病毒 结果发现这种 NAD加升高的水平 它会下降三倍以上 这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好 除了感染炎症的时候 这个可以影响 使得NAD加减少的话呢 还有一个方面呢 就是老龄化 也可以使得NAD加 逐渐的逐连的下降 逐渐的下降 那这这个图呢 大家都已经可能看过很多遍了 那重要的是 它随着年龄的下降 是吧 在40岁的时候呢 它只有20岁的一半 60岁的时候呢 只有40岁的一半 到了80岁的时候 七八十岁的时候 那么可能只有10%了 那我们再来看看右边这个曲线 这个曲线图呢 包括两条曲线 一个呢是绿色的 就是免疫力曲线 一个呢这是土黄色的 就是犯病风险的曲线 好 我们可以看到 催着年龄的增加 大概到20岁的时候呢 我们的免疫力是达到顶峰 是最高的 如果把它看成100%的话 那这个时候的免疫力最强 然后呢 催着年龄的增加 它就逐渐下降 到达40岁的时候 这里说了 就是免疫力呢 就下降到20岁的一半了 到了70岁的时候呢 就只有20岁的十分之一了 那大家听我这么一说 在一对比这个图 是不是发现 在这两条曲线的这个 年龄阶段的变化的这个时间点上 是不是惊人的相似 惊人的一致 对吧 惊人的一致 所以现在研究呢 已经表明了 这个NAD加的减少 是可以促进脑化 促进这个免疫功能的下降的 那免疫功能下降了 这个犯病的风险 就逐渐的增加了 你看到80岁的时候 就快到顶峰了 是吧 到顶峰了 所以我们这个新冠病人 你可以从他的死亡率也看 也是垂直年龄的增加 这个死亡率也逐渐增高 到了80岁以上的时候 你看可以达到14% 那这就是这个NAD加的一个影响 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这个NAD加和免疫老化 以及感染炎症 它们之间是相互影响的 下面我们再给大家看看 具体的是怎么影响的 那一个呢 我们就看看严症与衰老 对这个NAD的影响 这里呢 就是代表是严症 代表是严症 它是 你看它可以从几个方面 来影响具体 一个呢 它可以引起腹息爆发 活性养增加 另外呢 它可以引起这个 NAMTP 减少 它是也可以影响到 NAD加的生成的 再一个呢 就是可以影响的一些细胞因子 像这个 白细胞 G6 这些可以增加 那么这些增加呢 可以活化 CD38 后面我们再讲 可以影响到 CD38 你看它也在这里 是个中心部位 是个中心部位 它可以影响到 直接影响到 NMN 以及NAD加 那活性养可以 省害DNA 那么可以活化 这个PAP 来进行修复 这些都可以 引起NAD的消耗减少 另外刚才说了 这个老化 是吧 老化它也可以 引起NAD下降 反过来 它们也可以相互的影响 那么就可以出现 代谢的异常 代谢异常 也可以促进老化 这样就是 一环扣一环的 那在这个图里面呢 我们看到这个 CD38和NAD 是核心的部分 好 下面我们再来看 它们之间的影响 我这里特别强调的是 它们之间的影响 对免疫老化的作用 这个呢 就是CD38 CD38实际上 它是一个磨糖蛋白 它表达在 T细胞 B细胞和NK细胞上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细胞 主要表达在 这些免疫细胞上面 免疫细胞上面 所以它是 有一半是在膜外的 所以它也很容易 接收到各种信息 那么它的作用呢 是它是可以 催化这个NAD加呢 形成这个CADPR 这是一个信号分子 第二性子 它可以影响到 钙的这个流动 那么通过这个呢 可以再影响到 T细胞的活化 T细胞的分化 以及T细胞的增殖 增殖 所以你看它对免疫系统 有很重要的影响 多方面的影响 那这里呢 它是NAD加依赖的 那么随着年龄的增加呢 这两个都是减少的 CD38会下降 NAD加也会下降 好那么这样的话 通过这条途径来活化 影响到T细胞的作用的话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 那它的作用就会衰减 是吧 会衰退 就出现免疫老化 免疫老化 当然其他这里还有了 还有这里我们就不说 大家就记住 它们是很关键的 对于在免疫老化当中 那下面呢我们就来具体的看看 补充NMN增加这个NAD加 是怎么样可以抗新冠的 它可能的机制在哪里 那一个方面呢 我把它归纳了一下 一个方面呢就是它可以支持 巨石细胞的这个吞噬杀菌功能 那么这个图上你们可以看到 这是病毒蓝色的 它被吞噬到体内 以后呢可以跟油媒体融合 形成吞噬油媒体 好那这里面你会可以看到 有大量的RUS就是活性氧 这活性氧是可以直接 杀面吸菌病毒的 那么里面的油媒体 没有可以分解它 那这个时候你看 这个图还有一个特点是 它发了这些东西 这些就是代表线粒体 那么这线粒体啊 它还会目击到这个油媒体这里 所以这些对于杀菌吞噬 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补充NMN增加了NAD 就可以保证能量的供应 就像运动员他去比赛 他一定会吃的更多 要保证能量的供应 另外呢 可以补充这个 因为腐细爆发引起的NAD减少 维持这个这个大个子的功能 这个我们说的重磅手 重磅上那个吞噬细胞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它可以抑制病毒的复制 那么研究发现这个POP 它可以以及它这些同工酶 可以通过多种的途径 来抑制病毒的复制 病毒的复制 这个方面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第三个呢 就是它可以稳定白细胞的端粒 影响细胞的寿命 这里啊实际上就是把NAD加 对生命的这个方方面面的影响 归来在这里 你看它是全方位的 多方面的 其实端粒只是它其中的一部分 其实其中一部分 所以它对所有的这些免疫细胞 都有影响 那么这些免疫细胞也特别就是白细胞 它的端粒呢 有更敏感 研究发现它们更敏感 比普通细胞更敏感 因为它们可能要 套于这些免疫功能 要不断的更新 第四个方面呢 就是补充这个NMN有助于抗炎 平息细胞因子风暴 来保护组织细胞 减轻组织细胞的省伤 那个就是Robert这个医生 他给病人用了这个NMN以后呢 他是观测到了这个病人的白结素6 和这个一个重要的原性分子 就是吸反应蛋白 它会急速的下降 急速下降 所以呢就阻止和逆转了 细胞因子风暴的发展 细胞因子风暴 好那么具体来讲 NED家它是可以通过多个方面 取作用的 这里就做了一下归纳 一个它影响了糖酵碱 能量的产生 再一个呢 它影响了长寿蛋白 影响了炎症的反应 还有呢就是影响了致死 就是当它可影响了致死 另外就是可以影响这个DNA酶的修复 通过这方面呢 就可以减少组织的省伤 组织的省伤 第五个方面呢 就是它还可以参与 这个辅助性T细胞的分化 来调节这个辅助性T细胞的分化 那这些呢就是点点呢 就是这个NED家 它呢可以作用于出死的这个T细胞 CT4T细胞 那么通过NED家呢 可以影响它们的分化 分化成一型辅助性 二型辅助性 以及17型辅助性 等等 那它们是参与不同的 刚才前面我们讲细胞免疫的时候 就知道了 对吧 它可以参与不同的这个免疫 包括细胞免疫 体育免疫 那么这个CD17呢 它可以特别在肠道 这棉墨免疫上面 也取得重要的作用 那么 还有一个方面呢 就是它可以增加这个淋巴细胞的释放 那个罗伯特他也报道 他就说 他用上了NMN以后 12个小时 这个血中的淋巴细胞技术 就增加了85% 这是一个很大的作用 反应也很快 而且不仅仅可能有这个短时间作用 动物实验已经证明了 就是说 用了这个NMN 那么可以逆转这些老龄化的变化 其中有一个就是 可以改变这个骨的密度 从而影响这个免疫功能 因为我们说了 免疫细胞源源不断的产生 就要靠骨髓来生成 好通过了上面几个方面 我们再把它总结在这里 都看得出来 就是补充这个NMN 就有助于维持这个NAD加的稳态 那么可以得到六大益处 一个就是支持 锯实细胞的吞食杀菌功能 抑制病毒的复制 延长白细胞的寿命 有助于平息这个细胞因子和保护这组织细胞 另外呢 还可以促进T细胞的分发与释放 改善骨髓的造血 也有利于免细胞的生成 那这些方面呢 就可以增强先天性免疫 也可以改善获得性免疫 这些方面前面几个主要是影响了 先天性免疫 后面主要影响了获得性免疫 当然这个骨髓的造血也包括先天性免疫 对吧 因为巨石细胞大红细胞这些都来源于那里 所以呢 这个新冠的治疗就有学者就已经提出了 就建议在老年病人当中呢 就用NAD加呢 作为新冠的这个免疫调节剂 那这有可能有助于打断这个新冠感染的这个进展 我们一般新冠感染大概是经过三个时期 一个是上呼吸道感染期 然后进入发展到肺炎期 那么还有呢 就可以进入到致死性的高炎期 也就是细胞因子风暴阶段 那我们就希望呢 就是通过补充NMN来补上 这个NAD加的这种损耗 维持它的平衡 那这样子就有可能打断 就是减轻或者打断这个病情的进展 那就对病人起了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 那平时我们吃NMN呢 那就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 也有利于我们进行预防这个新冠 好 今天呢 我就把自己再次学习的这个 总结在这里 给大家汇报到这里吧 好 谢谢大家的聆听 汉博那我把这个 屏幕交给你吧 谢谢 谢谢曾博士的 谢谢曾博士的分享 大家可能不知道听了以后 什么感觉啊 是不是一场盛宴 内容非常的丰富 全是干货 全是干货 没有一点餐水的 那么这个内容非常丰富 而且的话呢 有一定的难度 也是最新的进展 我相信即使是有医学背景的人听起来 也会觉得内容十分丰富 可能很多朋友不能完全听懂 我相信很难有人完全百分之百能听懂 但是大家都有一个印象 对吧 对一个基本的印象 就是说新冠 治疗还是有一些新的进展的 对吧 那么这里我们现在已经证明有效的一些方法 但是却有很多的局限性的 那比如说康复者的血浆疗法 这是已经用了 但是由于血浆来源有限 所以它的治疗是有限制的 那么抗体肌尾酒疗法 那么这是川普总统自己当白老鼠 自己都试了 不管你喜欢他也好 不喜欢他也好 他都试了 但是他也存在着局限 还需要有进一步的临床数据的支持 感染素疗法 现在用的免疫治疗 我知道我有几个同学在武汉 针对在当时武汉心外非常严重的时候 他们每天奋斗在第一线 每天抢救病人 那么他们就用了干扰素来预防 他们的这个新冠 那么有的竟然一直都是阴性 一直都是阴性 所以这个是有效的 但是它的局限性也是很明确的 那么在大部分的地方 很多地方都是使用第四尾米松描法 那么这个米松的描法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控制严正风暴 把这个免疫系统一致下来了 那么这要控制严正风暴 提示免疫系统对这个病毒产生的强烈的反应 因为新冠病毒引起了死亡 到后来往往都是多器官衰竭 不是一个器官不行 当然肺功能衰竭是最主要的 但是很多病人即使你上了人工肺 ECMO 即使用了呼吸机 最后也很难存活下来 很难存活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仅仅是他呼吸系统的问题 还有其他系统的问题 所以的话呢 那么在寝床上使用地色米松治疗的话 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的 应该说已经对于阻止这个严正风暴 起到重要的帮助 但是怎么用 是非常讲究的 因为我有一些同学 他们都在同济医院 协会医院在抢救这样的病人 他们给我们 因为当我们这次是全程抗疫 从武汉市开始发现有肺炎 当时我们协会医院的医生 没有防护服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在想办法 所以他们后来发现 我们美国也有这个问题 他们都把他们的经验 无事地传递出来 那么也强调地色米松的治疗 是非常有讲究的 那么现在我自己的话呢 就是因为在偶然的一个特殊情况下 家人出现了非常严重的 标准的新冠表现的情况下 几天睡了不能起床 呼吸很困难的情况下 咽喉一直咳嗽 我就用了一下 补充了一下NMN 那是三月下旬 那么第一个是 要一个月以后的病人 始终怎么样用抗菌素 用抗菌素 用抗病毒药 用各种各样的 治疗基清除剂 对我们一样 都效果不好 一直都不能很好 恢复的时候 我就使用了一下NMN 没有想到NMN加上去以后 三天 病人的全身状况 全面改善 咳嗽 猿猴疼痛 完全消失 然后我们家第二个病人来临的时候 我就有了经验 那么马上就把这个NMN加上去 NMNCocktail加上去 当然我们也是开了 我们家的医生也是给他开了 鹿馗 也开了这个鹿馗 也开了这个阿奇梅社这些东西 但是因为当时鹿馗没有 在当地拿不到 拿不到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首先就是营养治疗 全面的上去Cocktail 那么上上去以后 没想到病人在当天晚上就退烧 情况就有改善 那么从完全第三天就可以发生了 就是洪洪可以讲话了 咽喉痘痛可以改善了 那么呼吸困难也完全改善了 第五天就可以 就可以出门了 就是可以做比较正常的 做事情了 所以这是 为什么我会特别关注这个新冠治疗 就是因为 在低不低的情况下 我就用了这个NMN治疗 那是没有办法 那我们开始是关心 家乡的朋友们 家乡的亲人们 到了后来是自己的家人 也受到了这方面的威胁 那么我发现 NMN是一个真的是 很有效的一个疗法 在我自己的家人身上看到的 实实在在的一个有效的办法 无论是到了一个月以后的中晚期 还是在急性发作的时候 都是证明有效的 所以我在网上查阅了一下 相关的资料文献 查阅上NMN4 燕仙安丹荷干三 刚才曾博士已经讲过了 那么它的最主要的作用 是通过NAD 就是燕仙安线飘点 阿和干三来实现的 它的体内很快 可以转化成NAD 那么这个物质 实际上对它的研究 在1904年就已经开始了 所以人类对它的认识 有100多年的历史 但是最近这些年才开始 备受重视 那么为什么 一个是它因为被称为 不老神丹 不老神丹 另外一方面 就是这次新冠 在新冠治疗中的作用 那么我从家人开始 后来又有朋友 后来又有另外的朋友 他们两夫妇 都被审败新冠 然后找到我 那么我给他建议 那么有一个出现了 味觉的消失 两天味觉恢复 另外一个的话 两天并行全面改善 那么我们仔细研究 刚才曾博士已经讲过 我们也多次讲过 它的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 它有很多很多功能 它有每一个生命活动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NAD加的话 马上就可以死人的 那么这个里面是传 它是一个信息 它是传递子指的辅媒 那么没有这个传递子指的辅媒 这个整个生命活动的 很多信号通路就全部被阻断 那么这里面其中第一个特别重要的 最早人类对他有认识的是 能量代谢的这个通路 没有能量 汽车没有油 那你就开不动的 开不动的 那么人没有能量的话 很快饿死 没有NAD 那么仅仅这一条通路的阻断 就可以让你这个人马上死亡 因为我们现在说话也好 呼吸也好 心跳也好 每时每刻都必须要有能量 另外最近发现 它对于DNA的修复过程中是开关 没有它DNA没办法修复 而我们在我们的生命活动过程当中 随时随地都会有DNA的损伤 我们每个细胞里面的DNA 都有可能有损伤的 那但是的话 我们人体有非常完善的 复杂的 美好的一个DNA修复系统 那么这个修复系统随时开关 NAD是开关 那么这个在我们的细胞 我们人体被外来的敌人入侵的情况下 被病毒吸引各种分子 入侵的情况下都会伤害我们自己的细胞 那么也包括我们DNA有可能也受到损伤 那么这个时候损伤的病毒要修复靠谁 那么靠很多因子的参与 其中开关是NAD 不是有了NAD就足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但是没有NAD绝对不行 另外长寿蛋白 这是Dr.Singalea他的共识 他们发现长寿蛋白1到7 那么这个长寿蛋白它的集合 对于维持我们生命活动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它维持长寿 维持这个细胞的寿命 维持人类的寿命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这是最近这个NMN和NAD 对最重要的重视的最主要的原因 那么开始特别受到重视是那样 前13年Dr.Singalea发表了他的文章 这个使用NMN可以延长 就是老年老鼠的身体状态 恢复到年轻状态 这不是一个真正意义的例明 但是是一个实际状态的例明 人呐这个岁月是一去不复返的 那么要真正的利临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的身体状态 回到青春状态是有可能的 那是Dr.Singalea他们通过 在这个NAD、NMN的研究发现 NAD加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低 那么刚才曾博士已经做了一个 这是他整个讲座里面 我看到的最具有独创性的一个发现 上一次就已经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发现 你看NAD加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下降 而人体的免疫功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条蓝色的线 在20岁时达到峰值以后 年龄增长逐渐下降 你看这个之间是惊人的相似对吧 吻合20岁以后是一个非常好的吻合 包括在70岁的时候只相当于20岁的10% 那么我们看看这边左边 那么40岁的时候是20岁的时候一半 那么60岁的时候是40岁的一半 那么这个时候70岁的时候 是不是相当于20岁的10% 所以非常的吻合 然后你看到这个患病风险 他们正好在那么巧 在60岁的时候是交叉 那么曾博士又把另外一个图放在一起了 你们看一下 那么这个可以看到新冠死亡率 随年龄增长的变化 看到80岁以上的人死亡率高达15% 但是70岁呢只差10岁的差别 这个年龄段的话呢 就是不到就是8%左右了 就降低了50% 然后再看60岁这个年龄段的话呢 又降低了将近50% 不到4%这个死亡率 然后再看看这个50岁这个年龄段的话 又降低了超过50% 看到没有 这个新冠的死亡率跟这个年龄有密切的关系 那么根据德国的一位医生的尸检报告显示 新冠病人他看到所有的死亡的新冠病人 死亡的病人里面都有基础病 无一例外都有基础病 那么换句话说 这些病人的死亡都和健康状况有关系 那么这个健康状况的话呢 也跟他们的这个身体的里面的NAD加是有关系的 那么德国医生没有查看他的NAD加 那是Dr.Sinclair的group 还有意大利的一个group 还有伊朗的一个group 还有华盛顿大学他们的研究 都显示新冠病病人的体内NAD加的含量非常非常的低下 这是为什么补充新冠 补充NAMN可以有那么好的效果 前面大家看到视频 12个小时淋巴细胞增加85% 两天的时间病人的病情全面改善 这是Dr.修医战家 Robert修医战家他的报道 而且不是一例报道 4月20号报道他的第一例 然后后面随后又有9例不同的病人 最近又有一例报道 那么显示这个NAMN肌围酒疗法 对于这个新冠病人 特别是重症新冠病病人的治疗作用 这个是治疗作用 那么他的这个申请治疗是得到了医院的这个 Ethical就是他的这个专门的通过的 要这个病人治疗的话不能随便你想用什么就什么 哪怕是营养治疗 那么他都是申请通过了的批准了的 那么这里的话呢我们看到就是曾博士 他这个研究里面 他的这个今天的讲座里面特别讲到 这个NAD加和免疫的老化 免疫功能的老化密切相关 刚才讲了那么多 很多细节大家可能都记不住 包括我自己我都记不住 我当时读博士课程的时候 那个时候最难的就是免疫学 免疫学里面里面好多人都得了罗伯尔奖 有多个罗伯尔奖 但是最难的是罗伯尔奖的这一部分 所以普通朋友可能听起来有难度 这个部分就是免疫老化 而免疫的老化跟各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都密切相关 所以随着联名的增长 我们疾病的发生发展 疾病各种病慢性病增加 这也跟这个死亡增高有关系 那么这里的话呢 曾博士讲到补充了NMN 有利于维持NAD的稳态 所以对免疫系统的功能有六大好处 那么因为对免疫轰能的这六大好处 所以它对于我们预防新冠是不是有帮助 大家想一想看 那么你看它本身就可以移植病毒的复制 这是不是会可以减少病毒的传播 病毒很懒的 没有人的细胞 它是没有办法复制的 没有办法生存的 它离开人体以后 离开正常的细胞以后 它是死路一条 这是为什么我们的包裹 外面的进来 我们在外面放上一个星期的话 这病毒你就不用担心了 基本上 当然它的存活时间还是比较长的 那么另外一个 它支持我们的巨石细胞 这是我们人体的一种先天性的防御系统 来吞食杀菌 杀病毒的功能 还可以支持我们的人潮 我们白细胞的受益 白细胞也可以杀死病毒 也参与病毒的呼吸棒 杀病毒的这个过程 所以这三点都是有利于我们预防新冠 还有预防 即使我们接触到了新冠病毒 我们的这个先天的防线 很快就可以把这个病毒给杀死 这是第一个 虽然弱一点点 但是你如果接触的量很小的话 有了NMN 像我们有些人是 我是从三月份开始就每天都吃NMN 那么这样的话 即使我有这个感染了 接触到少数的病毒 我都不怕 我可以把它 我的免疫系统 这个先天性防御系统 就可以把它杀掉 这是一定要 那么第二个 我们在杀敌的过程当中 有的时候杀敌过程 产生更多的细胞因子 不光是杀死敌人 同时也杀害自己 细胞因子风暴的目的 身体产生细胞因子风暴的目的 本身是为了杀敌的 那么我们的目的 我们这个人体的防御系统 是很奇妙的 目的是为了杀消灭敌人 这个我们自己的防御部队 本身是为了敌外地的入侵的 可是当我们对这个部队 控制不好的情况下 这个外地的入侵到一定的程度 这个时候 它有的时候 这个自己的内部的军队 管理不好的时候 它不光是杀敌人 可能也会杀到自己 这个风暴形成了一种多灵量效应 它可以产生严重的后果 那么这个NMN的话 由于集合了长寿蛋白系统 通过长寿蛋白系统 可以很好的控制细胞因子风暴 这样对我们的组织细胞 得到一个保护作用 这个是为什么 华伯特修一战家 他用这个NMN治疗重症病人 在12个小时里面就可以看到 零八细胞 增加85% 然后的话呢 还有一个就是 病人的病情全面改善 这个与平息细胞因子风暴 有密切的关系 那么下一个就是 促进T细胞的分化与释放 刚才罗伯特修一战家 我说到了 增加85% 仅仅12个小时 注意这个病人是 入院已经感染已经12天 所以的话呢 就是这个时候 产生的特异性免疫反应 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 所以的话呢 这个时候 这个是可以特异性的 针对这个病毒 发挥SARS这个病毒的作用 那么此外还有增加造血的功能 由于免疫细胞产生 那么刚才郑博士都已经讲过了 这六条 讲的非常地详细 具体 那么由于这部内容比较难 所以我给大家再重复一下 所以是增加大家的记忆 那么这位贵纳起来 它可以增强我们人体的 先天性免疫和后天性免疫的功能 那么这样的话 对我们的新冠的预防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可以起到一个作用 对吧 另外的话呢 治疗已经被证实 文章已经发表了 它确实对重症 已经有作用 当然全面推广 还需要有更多的证据 但是它的好处在哪里 它是我们食物里面 本身就有的一个一样物质 食物里面本身就有的 所以它的安全性非常好 所以的话呢 我们不用担心它的毒性问题 所以的话呢 这个的话呢 我当时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用它治疗 后来又育于治疗 有朋友有新冠后遗症 我们有一位老医生 74岁的老医生 在武汉得了肺炎以后 新冠肺炎以后 在泰国发病 发病以后留下 当时救火 救治过来 成功救治过来以后 但是留下了后遗症 那么这个就没精神 就是线密体的功能 细胞的功能 就不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那么我们给它用NMN 进行这个治疗以后 两个月 一个月它就能看 觉得到明显的 这个体能的恢复 还有包括体重 这个腰围也有改善 然后的话呢 三个月以后 它会分享它的案例 具体分享 那么现在的话呢 还正在观察之中 现在已经有两个半月了 所以的话呢 我们还也用了其他的 另外一个新冠的 后遗症的病人 就是出现了治疗 虽然它的呼吸道症状 这个全身状况改善 但是它的味觉和嗅觉 一直就不好 那么使用NM1 一个半月以后 它的味觉又改善 嗅觉又改善 它没有我前面那一个病人 6月份6月20几号的 那一个病人性命 那个病人只用了两天 那个病人他当时是 是因为胃不舒服 而去就诊的 后来发现他胃里面的 有一根血管发生了栓塞 然后的话呢 那么就诊检查 发现它是新冠阳性 它是邮居的工作人员 然后的话呢 这个 味觉已经是没有味觉 那么我们给他用了以后呢 就是他 当然也是他的亲戚帮忙 那么他的味觉 两天就有改善 所以的话呢 这个MN和NAD加 对于新冠而言 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的话 真的是可以用的 那么 像第三米松这些东西 像抗菌素 没有医生的指导 是绝对是不能用的 没有医生的指导 那么我们虽然是 我们是医学背景这么强 我们在给病人使用的时候 都是要非常非常的小心的 那么每一个临床医生 都非常小心 那么很多抗体那些像川普用的那些抗体 不是每个人都能用得到的 对吧 但是NMN的话呢 相对而言的话呢 那么手里有的话呢 那就是比较容易能够实现的一个 可以拿得到可以吃到的 像我 曾博士我们都吃了超过半年的NMN 那么我们都是受益者 那么这个最早我们关注它是因为 它被称为不老先丹 我就关注它 朋友告诉我 王医生告诉我这个东西 我就研究了一下 我们看了一下 这个新冠有横行的时候 我们看到哈佛大学的 Dr.Sinclair在网上有一段视频 就是4月9号的一段视频 谈到新冠的治疗的问题 新冠的病毒的特点 然后我们再追踪一下 看看他2015年 2013年 2000年和2009年的视频 你看到他15年 他老成什么样子 所以我不知道在座的 是不是可以会好奇一下 为什么他会从这么苍老的状态 在五年前 然后回到今年以后 现得年轻这么多呢 这是我为什么开始关注这个NMN的 他不老先丹的这个原因 后来因为我一场车祸 把我打到解放前 我就忘记了他 但是由于家人出现了这个情况 所以的话呢 我又把这个NMN捡回来 捡回来以后呢 发现我不知道是我自己 我们很多朋友 我们很多朋友 这个是数百人的使用以后 发现他有利宁的效果 那么如果你们关注我的朋友 看我的照片的话 那么我是比原来要显得年轻一点 因为我毕竟是两个小外孙的外婆了 那么有利宁的效果 很多人有这样的反应 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达到想要的目标 就我而言 我还没有实现我的目标 我希望我和我女儿走在一起的时候 我比女儿还显得年轻 那这个目标还是有点难实现的 我女儿也说 妈妈你也太贪心了一点点吧 那么我是希望像Sinclair那样 那么看起来像二三十多岁的人那样子 我的年龄小一半 那么我们也刚才到有很多病人 包括有六例脑颜 持来Alzheimer病的病人 这在我们看来是不可能 医学上认为是没多办法 一点办法都没有的病人 竟然他们的病情明显的改善 有的竟然可以辅导小学生做作业了 有的竟然可以就是说回忆往事了 跟老爸一起谈起谈起过去以往的朋友 还夸赞护士变得漂亮了 因为你好漂亮 这个以前是不可思议的 很多这些 包括很多晚期改善的病人 这是我们在这个尝试的过程当中 发现的有一些超越我们意料的一些收获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这些亚健康的人的话 他们的康复睡眠改善 全身各方面的功能改善的话 就更加明显了 那么这里我们今天主要关注的是免疫功能的改善 那么因为我们抵御抗疫的话 抗新冠最主要的是免疫功能 免疫功能是我们人体功能的一个部分 身体功能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么我们其他各个系统的功能都很重要 那么我们发现 由于NMN是我们生命的活动中的一个基本的 它改善我们生命活动最基本的一个物质 NAD加的含量 所以的话呢 有利于维持它的稳带 所以对我们的健康有很多很多的帮助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有一批人认真的试了一下 所以的话呢 我们受益了 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 愿意来试一试收益 我今天的话呢 就想把曾博士讲的那些内容 今天曾博士讲的内容很多 可能很多朋友不能完全的理解 没有关系 那么我们只要知道这个NMN 通过NAD加 这个NAD加是可以改善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的 而这个免疫功能的改善 对我们各种疾病的预防 甚至于治疗都是有帮助的 那么这样就够了 好吧 那么我呢 今天的话呢 就对曾博士这个部分的内容的话呢 就给大家highlight到这里 那么另外的话呢 我们下面请我们的一家子 就是Karen一家子 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他们对于这个NMN全家人 使用NMN以后的这些体会 还有他们为什么会选择NMN 下面我就把时间交给Karen 好 谢谢大家 谢谢胡博士 大家好 我是Karen周生亚 是加拿大全科营养师 刚才听了曾博士和胡博士 对于这个NMN的功效 特别是在这个新冠期间的 它的作用的一些分析原因 我也深受启发 其实我们家呢 也是一个NMN的这个受益家庭 怎么这样讲呢 我自己从元月4号的时候 就开始咳嗽 这是刚晚上这个新冠疫情的到来 那我自己也非常担心 从那个时候开始咳嗽呢 经久不息 历时了四个多月 在这过程中呢 我自己也做了一些那个 因为我是营养师嘛 我也知道如何的去调理 用了很多的方法也不行 然后去看医生 做了各种的检查 还好万幸不是新冠 医生给我开了抗生素 我也吃了这些药物 但是最后呢 还是这个咳嗽不消失 可以说好了一半 但是总是好得不尽人意 之后呢 我就接受了那个胡博士的这个推荐 也用了NMN 结果呢 让我非常的惊讶 我吃了一瓶半以后 大概20天以后 我的咳嗽基本上全都好利索了 其实要吃NMN呢 那个不是因为开始是我一定要吃 而是说那个我是给我妈妈做的一个选择 他呢在2010年时候 罹患了胃癌 做了手术 然后通过了一些中医中药的这个保守疗法呢 就是一直这样维持着 在2014年的时候 第一次转移到肺上 在这个时候我就结识了胡博士 进行了一些功效营养素方面的调理 效果非常好 一度呢就是cancer free 就是癌症都找不到了 但是这个癌症在身上呢 一直就是还是很顽固的 于是有了第二次转移 继续的调理呢 也让他还有一定的生活质量 也还不错与癌共存 我妈妈是个很乐观的人 但是在新冠疫情的这个期间呢 这个癌症也随着新冠疫情发展的很快 那个时候让他就是疼痛 让他就是基本上是卧床 汗湿 整个衣服啊 这个床上都是人影 没有力气吃饭 那个时候呢 我也是很担心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有过机会呢 就是认识到NMN的这个作用 于是给我妈妈开始吃NMN 她从五一收到产品以后开始吃 只是吃了15天以后 让她从刚才我描述的那样一个状况 到能够去从三楼下楼 围着她的研究所单位去散步一圈 有劲 有力量可以去走路 并且这个疼痛也减轻了很多 现在持续性的调理呢 给她的这个身体状况的改观 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就看到说 这样一个产品呢 对这个癌症就是有 有这个这么大的功效 其实不仅是这样 可以大家可以从照片上可以看到 我妈的脸色 她的肤色 气色 还有她的脸上的皱纹 都好像有了很大的变化 她除了自己吃的感觉好以后呢 她还推荐给了 就是我小姨 她的妹妹在用 大家从照片上也可以看到 我小姨这个仅仅是两个多月 吃了NMN以后的 那个变化是如何之大 她呢就是因为 年轻的时候有手术输血的缘故呢 沾染了饼干 以后呢 这个身体长期的就是 属于体弱的状态 只有七十几斤的体重 可以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她的这个这个 身体状况很差 但是这两个多月的 这个NMN的摄入呢 使她有了一个很大的改观 你看面色红润 甚至脸上就是苹果肌 都已经显露出来了 皱纹也是淡了很多很多 是不是看起来年轻了 至少有十岁以上 所以对这种体弱的 免疫力差的这个NMN产品 也是非常的有效 那作为营养师呢 我就会考虑说 从哪里摄入NMN 我翻到资料看到 其实从我们日常的饮食里面呢 是可以有一定 一定的NMN摄入的 就是我们吃的蔬菜里面 牛油果呀 西兰花呀 毛豆啊 都有 但是这些不够 不够 特别是对于这个 已经衰老了 有亚健康 或者是慢性病 或者是急症 刚才我们也听到 曾博士讲 急性炎症 也有很大的作用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 需要大量摄入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是需要 外源性的补充 高品质的 这个食物补充剂 就有功效 功效性作用的 这种食物补充剂 那么我选择 就是什么样的 功效营养素呢 因为大家看到 我妈妈的情况呢 她是没有时间去等待 去吃那些效果不好 太差的 所以我选择的时候 一定有这样几个考量 第一个呢 科研基础 就是 这一种功效营养素 它的 科学理论的研究方面 究竟是有多强 我们通过胡博士和曾博士的讲解呢 我们也知道百多年的历史 以及它方方面面的作用 极大功效 我们都可以看到 这个NMN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那我还会考虑到这个产品本身的 这个质量方面 这也是我 就是很看重的 市场上产品 琳琅满目 这么多的产品 难免有些 鱼木混珠 那么我选什么样的产品呢 我非常看重第三方的认证 第三方的认证呢 就是可以更加公平公正的 告诉我 说这个产品 有多好 然后呢 我还会注重产品的功效 有多少人用了这个产品 有没有这样的效果 在我接触到这个产品之前呢 我已经看到了 有不少见证的实例 说这个产品对它们有效 另外呢 确实是要掏钱吃的啊 那个 这个东西也不是说 就像大白菜一样的 很便宜 那么我会考虑它的性价比 这个 它的价格和我能摄入的 这个有效的含量 究竟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还有呢 就是因为我在加拿大 我妈妈在中国 在北京 那么这个物流是不是通畅 也是我考虑的一大方面 所以呢 我总的来说 我是说不选最贵的 但是只选最对的 最适合 最好的 看过市场这么多产品以后呢 我想跟大家介绍几个 第三方认证 我比较看重的第三方认证 首先呢 一组认证呢 是有关食品安全方面的认证 无论是它的这个 这个材料啊 这个食品生产安全啊 等等这方面的 这几个安全方面的认证 是我很看重的 今天推荐给大家 这些认证呢 是在美国 非常流行的认证 包括就是 NSF这个美国全国 卫生基金会的认证 包括危害分析和关键 控制点的认证 包括美国实业商 包括保险商实验所的 这个认证 他们这个认证呢 可以从安全的角度上 让我觉得我吃进嘴里的东西 吃到肚子里的东西 是安全可靠放心的 另外呢 我会考虑到说 这个产品的它的品质 从它的原料 到它的工艺等等方面 这个有关制造方面的 这些认证 可以看到有素食认证 这对于那些 有这方面 由于宗教信仰 或者是自己的 这个喜好方面 有需要的人 也可以看到 这个认证是 给大家一个保证 亲身认证 当然就是更加的严格了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几个认证里面的 那个重要的一个认证 就是CGMP 这是生产制造工厂方面的认证 通常好的保健品啊 是在GMP工厂生产的 这就已经不错了 那个 如果是你看到 某个这个功效营养素 是在CGMP 这现行优良制造标准 在这样一个标准厂去生产的 那你真的是很幸运 选到了一个很好的产品 因为它是药厂级的 这个质量标准 如果能在药厂级的 质量标准下面来生产 功效营养素 那它的质量真的是 非常确有保障 七大认证里面 最最重要的有一个 美国医生药用指南 PDR 这个认证是怎么回事呢 PDR本身是一个桌上手册 是给美国现行职业医生 来给他的病人开处方药 来提供的一个佐证 它上面95%都是各大药厂出来的 现在可以被开在处方里的西药 95%都是西药 那5%的窗口呢 就开给了具有功效型的营养素 高品质的功效型的营养素 所以呢 我看到有这样一个认证 我就去PDR的这个官网上去查询 有关NMN的消息 然后我找到了一款 NMN Gene Balance 基因平衡胶脑 在去年的时候 这也是唯一的一款 能够荣登美国医生药用指南的 NMN的产品 这个在这个里面呢 就是非常清楚的显示了 展示了这个产品的图片 以及产品的这个功能 我们知道它的功能 刚才听胡博士也讲了很多 这里呢 也点出了几个关键性的功能 支持长寿 支持免疫系统 促进能源生产和耐力 促进代谢优化 支持心脏健康 支持认知功能 它这个产品呢 就是由iHealth 爱健康公司来出品的 那么在这个指南上呢 还很清楚的显示了 这个产品的 它的一些数字方面的 这个信息 包括说它是由 这个一级的这个原料 出来的纯度有99.8%的 每一粒里面含有75毫克 那么它是按照这个 一般的这个成年人啊 那个每天消耗2000卡路里 你需要补充的 NMN的这个量来设计的 好 我们知道40岁 只有20岁的一半 那之后呢 你想要多一点 这个NAD 加这个1号辅煤的话 那么可以通过 设取这个NMN 75毫克NMN 就可以帮你达到啊 并且在下面 特别是说明 它是在由FDA 美国这个食品药监局的 注册过的CGMP工厂里生产的 看的是非常的清楚 我们甚至可以看到说 这款产品 它的这个胶囊 都是蔬菜的 蔬菜壳的胶囊 这个蔬菜壳的胶囊 你把这个胶囊丢到水里 它是会融化的 所以它的这个吸收方面 是非常的好 品质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给我妈妈 选的就是这样一款 能够在美国医生药用指南 占有一席之地的 爱健康的NMN 现在我看到 爱健康的NMN呢 除了这个经典装 就是给那个40岁以上成年人的经典装 有75毫克美丽的这种设计 另外呢 还有给一些年轻人的 还有特别敏感人的 这个青春装 它是美丽是30毫克 这样的设计呢 真的是非常的贴心 也知道我们现在 这个生活的节奏非常紧张 很多年轻人都是 处于很有压力的一个状态 他们的这个消耗型的 这个损失呢 也是蛮多的 亚健康的状态 也越来越年轻化 所以呢 这些年轻人 如果能够适当地补充一些NMN 对他们的身体 也是很有好处的 另外呢 还有世界上独创的一款咖啡 含有NMN的咖啡 如果你冲一杯咖啡 里面含有25毫克的NMN 你是不是一个 非常有享受的 这样一个产品给你呢 它又是可以 让你摄取到 那个这个NMN 99.8%纯度 一级原料的NMN 这么一个高品质的 这个元素 帮助你有更好的精神 有更好的能量 所以我看到 这个爱健康公司的 这个产品 真的是品质高 设计的非常贴心 并且 它的这个 全球 包油 包税 包清官 统一价格的 这么一个 一个设计 让我感觉到呢 从无论 我是在北美拿到 或是到中国拿到 它都能够很贴心的 让我付同一个价格 产品 到户收到 我不用再担心 旅途的运输 有丢货 有遗失 有怎么样的情况 我觉得公司真的是非常为我们着想的 为每一个就是想使用爱健康NMN的客人着想的 我这个只要在公司网站上一定让他运给北京的妈妈 那他那边可以收到产品 你就可以不用我再操心了 我真的很喜欢这样贴心的设计 好 这个 所以我们看到呢 就是这样的一款NMN 它的功效这么好 品质这么高 有很强的这个科研基础 能够让我们 能够享有一个更加健康的这个生命 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年龄甚至都年轻化一些 看到那个我小姨脸上那个皱纹被运屏的那个照片 我真的是为她高兴 我也为说我们有机会能认识到这样一款高品质的产品 能帮到我们的产品 真的是非常开心的事情 所以呢 我就很喜欢有爱有健康的这样一间公司 给我们推出来的高品质的NMN 也同时祝愿大家能够同样享有 如这样品质高的产品 能够拥有健康的生命 能够拥有美丽的生活 能够拥有年轻的心 年轻的身体 以及一切 好 谢谢大家的聆听 胡博士 这是我的一点感悟 现在话筒我就有交还给您 谢谢 对 谢谢Karen 谢谢Karen 谢谢你的这个分享 因为这个 因为你的分享 你们全家都受益 这也是让我蛮感动的 上一次 特别当你妈来讲到这一些80岁的你的母亲 当时健康状况那么不好 现在能够恢复到这么好 我是非常欣慰的 这个有时候我们也是一个尝试吧 开始可能也并没有想到我们可以 这个尝试会有这么好的效果 这些效果这都是意外的收获 包括我自己 那我车祸以后 那么去年10月20号车祸以后 真的是多次都想是不是应该早点离开 不给儿女添乱 但是没有想到这个NMN 我用了很多种方法 前面花了两万多美金 来帮我恢复 应该说那些方法都有帮助 但是没有想到最后这个NMN 是被称为不老先丹的NMN 对我的帮助是最大的 所以的话呢 我也推荐给我的朋友们 试一下 像曾博士试了一下 试了一段时间以后 我们俩视频发现它的变化也挺大的 那么很多朋友试了以后都受益了 这就是我们非常高兴的事情 那么这里的话呢 确实在美国医生药用死栏上面 我们去年的时候 我知道的这个信息 就只看到了这么一款爱健康的NMN 然后的话呢 现在我们用的话呢 这些朋友用的确实还是不错的 所以大家有一些朋友问到有一些信息 刚才朋友里面在里面 在现场有提问 有提问的话呢 就问到一个 有几个问题 我不知道我现在 我看看我这里 有几个问题 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好的问题 所以的话呢 我们可以给大家回答 这个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补充 给患者补充NMN 尽量怎么算 这个患者的话呢 那么这就是医生了 你自己是医生 做医生朋友的话呢 这个一定要根据病人的情况 来进行来调理的 这个尽量的话呢 一个基本原则是40岁以上的 可以考虑给他75毫克的尽量 那么45岁以下的 我们从30毫克考虑 但是的话呢 就是病情不同 会有不同 我们在有些晚性癌症病人 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的父亲 他当时因为医院通知家属 办理后事 最多只有一个星期 那么在那种情况下 我们给到他的是300毫克 开始200个毫克 效果不是太明显 后来300个毫克 也让我感到意外的是 他竟然活着出院了 这是我非常惊讶的 那么这就是说 我们有两位这样的病人 还有一位病人也是 而且我都跟这个朋友说 这样的病人恐怕不要 可能我们管不了 真的是有这个心 没有这个力 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病人的情况 现在竟然是 让我 按我原来的预期 因为两个医院都认为 没有治疗了 第一个医院 然后他到第二个医院 在这两个医院 这个跑动的 这半个多月的时间里面 体重减少了20斤 所以我就觉得 他的病情发展非常快 因为肿瘤长得很快 他要消耗体内的营养 那么我因为是 没有太多希望 但是我们这位朋友的话 他不愿意放弃 结果这个病人 现在竟然 竟然他长了六斤 而且的话 肝躯的肿瘤 它是直上癌 转移到肝脏 肝躯的闷痛 现在也明显地改善 生活现在基本上 完全自立 而且精神状况 各方面都是 非常明显地改善 所以这也是 我很难以 很没有想到的 这个病人的经济 比较困难 所以他一天实际上 只吃了150毫克的NMN 所以尽量的使用 是要根据情况来调整的 那比如说Karen她妈妈 那么是从两颗开始 又换到一颗 一颗两颗 这是有调整的 那么NMN的作用 是多方面的 还有什么作用 那么对我们 它主要是生命活动里面 它是一个性质 生命活动的一个性质 它参与了每一个生命活动 那么它的作用是通过NAD实现的 我们前面讲到是通过NAD实现的 那么NMN进入体内以后 可以根据这个 血液动力学的研究显示 在15分钟就可以 浓度就可以达到降低 明显的降低 而血液里面的NAD的含量 是在15分钟以后 逐渐逐渐明显的升高 所以它进入体内 很快涨化成了NAD 那么通过NAD而发挥作用 目前来看 它对多种疾病 它因为对每一个细胞的健康 起到了良好的维护作用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就对多种的疾病有帮助 这里我们强调的 我们是一个education 不是我们不生素 不是治疗任何疾病 但是我们观察到 我们就是在临床观察到 对多种疾病都有很好的帮助 尤其是对一些很难的一些病 我们以前认为 因为我做过病理教育室的主任 做了病理教育室 病理的老师 病理生理的老师 那么这个就是说 受过比较多的训练 那么学校要培训我了 所以我也比较努力地去学 但是的话就对这个疾病的话 我们以前有很多传统的看法 包括有些慢性心力衰竭的病人 长期的高血压 心脏病 然后还有什么糖尿病 核病在一起 那么这样慢性心衰的病人 而且本人就是医务工作者 多年心衰 但是他也使用了各种中药 西药和保健品 但是我们在加了一个NM音乐以后 没有想到一个月以后 病人的心脏功能 全身各方面的功能 都有明显的改善 而且病人自己都觉得年轻了 那是一位77岁的老医生 那么他都觉得他可以 希望能够 不光是能够身体状况能改善 他希望能够健康 能够长寿 能够和家人长相似手 所以这个也是很 很让人惊讶的一个观察 临床观察 我们也观察到有的小孩子 儿童 我们有临床医生 这是一个加拿大医生的观察 但是儿童不长个 那么他就试了一下 把NM问我 我们做了一些讨论 讨论以后呢 就是问这个 可不可以试一下 那么这个小孩子 他就我觉得 我觉得可以试一下 因为生命活动当中 需要这个NAD嘛 对吧 那么试了以后 没有想到这个孩子 竟然他的体重 他的那个 他配的 当然也配了其他方法 那么加上NM音乐以后呢 他竟然长了一个公分 没有多长时间 就长了一个公分 然后的话呢 还有一点 这孩子还有ADHD 就是多动症 那么他的多动症 好了50% 第一个星期 第二个星期 次也好了60% 那么这个孩子的家长啊 老师啊 都特别高兴 就觉得这孩子的学习能力 就能做得住了 那屁股能做得住的话呢 那么学习就能够专注一些了 成绩就好一些了 所以的话呢 这些我们用不同的疾病 这有很多时候我们是尝试 包括我有一个同学的母亲 她的手抖得很厉害 她没有明确的诊弹的 那么就是吃饭 她的筷子是放不进嘴里的 有的时候非常非常困难的吃饭 那么这个勺子往嘴巴里面送饭的时候 非常困难 那现在的话不单可以自己吃饭了 而且还可以做饭了 做饭的时候手抖的都不太厉害 基本上不太抖 用她的话说恢复了百分之六七十 接近正常了 是非常的高兴 非常的满意 那这种情况的话呢 就是说 因为出于病人隐私的保护 我虽然有他们的视频 我不会发给大家 但是的话呢 这些是一些有益的观察 那么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人 愿意来尝试 那么我们也收集更多的资料 包括糖尿病的病人 我们这里的话呢有一位博士 也是曾经在哈佛大学工作过 现在在波士顿的 在波士顿做眼科医生的一位博士 他呢就是在94年的时候就做了这个NAD对糖尿病的治疗作用 这方面的研究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看一看到 我们有很多糖尿病的病人受益 那么这个实际上 他的研究比Dr. Sinclair还要早 比Dr. Sinclair还要早 所以我们说我们真的很幸运 有这样一些非常优秀的专家学者来参与进来 那么这里的话呢 我们也有很多普通人 比如说我们有一位癌症病人 那么他使用 但是因为对我的信任 我建议他使用这个 那么没有想到对他的帮助非常的大 不仅仅是他的这个癌症以后 经过手术放化疗以后的这些后遗症 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而且他比原来年轻多了 所以当他有一天视频的时候 他把他的脸露出来的时候 我都惊呆了 我当时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情啊 所以所以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普通人都是可以受益的 科医学专业人士的都是可以受益的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那么一个 可不可以代替NMN 那么这个癌症也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 那么这个 就是在这个癌症的话呢 就是说癌症它也是可以 就是通过另外一条途径来合成 NAD的 参与NAD的合成的 所以的话呢 这个是地处维生素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 那么和NMN相比的话呢 NMN转化成NAD的效率要高得多 这是为什么说 癌症不能代替 不能完全代替NMN 但是在不够的情况下 没有NMN补充的情况下 你用癌症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你多吃点西兰花呀 多吃一点什么柳油果呀 也是可以的 也是一个选择 但是因为要吃到75毫克的NMN的话 那么你这个时候需要吃15斤的西兰花 所以难度比较大 那这对于整个消化系统的负担也是比较重的 所以我们觉得这样 体外补充相对来说 简单 实际上也还便宜 一天也就几个美元的花费 也就可以了 花费不大 因为我们吃饭总是要花钱的啦 对吧 所以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回答了 刚才这些朋友们的问题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我们欢迎大家 我们open三个问题好吗 谢谢大家